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是眼内肿瘤里面两个代表性的肿瘤 那么视网膜抹细胞瘤是儿童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那么这个黑色素瘤是我们成员眼内的原发性的恶性肿瘤第一位的 所以我要讲这两个主要讲这两个肿瘤 那么眼内的肿瘤其实种类特别多 它可以长在脉络膜上的很多的瘤子 比如说脉络膜的腺瘤 脉络膜的黑色素瘤 脉络膜的转炎癌等等等等 那么脉络膜的血管瘤 脉络膜骨瘤 那么有些我会给大家看几张片子知道一下 那么有些但是主要的会讲视网膜和脉络膜这两个瘤子 视网膜也会有两个重要的肿瘤 一个就是抹细胞瘤 那么还有一个血管瘤 视神经表面也可以长瘤子 那么长黑色素细胞瘤 那么视神经上也有血管瘤 那么视神经上的黑色素和 待会我们讲脉络膜黑色素瘤的人也会提到 那么视神经上的黑的 它和脉络膜上同样是黑的 并不会这个性质往往不一样 所以会提到的 那么眼内肿瘤 以前可能大家都不怎么去 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去讲眼内肿瘤 讲眼睛里面长恶性肿瘤 很多的这个 包括我们学医的很多人都觉得 哎呦眼睛里还能长恶性肿瘤啊 那的确是 眼睛里肿瘤还是挺多的 那么既是可以有良性的 可以有恶性的 可以原发的 可以转移了 刚才我们讲葡萄膜的解剖生理的特点的时候 反复提到了 葡萄膜是我们身体里面 最容易长转移癌的地方 所以它那个血液太丰富了 那么可以是 病理上也可以 各种瘤子都可以有 可以有血管瘤 黑色素瘤 黑色素细胞瘤 母细胞瘤 腺瘤 胶脂瘤 等等等等 我们人体很多的瘤子 在眼睛上都可以的 那么所以眼睛也是一个挺重要的 那么主要讲葡萄膜 因为葡萄膜里面呢 恶性肿瘤 最代表性的是黑色素瘤 那么它也有一些良性的肿瘤 比如说血管瘤啊 骨瘤啊 还有脉络膜的转移癌 我也会提到 因为脉络膜 转移癌现在越来越多 这是主要要讲的 那么黑色素瘤 也许很多的人都不是很 这个印象深刻 我不知道大家 《非诚勿扰》的电影看了没有 看了吧 这个松红雷演的这个角色 它就是一个黑色素瘤 所以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很多的老百姓也知道了 什么是黑色素瘤 黑色素瘤是可以治病的 治命的 那么我们人体上长黑色素瘤 最多的是皮肤上 所以90%都长在皮肤上 那么皮肤黑色素瘤 在因此在这个皮肤是耗发的地方 那么黑色素瘤和阳光的照射啊 紫外星的照射都有关系 那么白种人 皮色素本来就少 又爱晒太阳 所以你看白种人里面 长皮肤的黑色素瘤 发生率比我们高得多 所以这是黑色素 皮肤第一的 那么松红雷演的这个角色 它是长在哪呢 长在脚丫子上的 脚丫子上的叫枝端的黑色素瘤 那么枝端的黑色素瘤 还有的人长在哪呢 长在这个粘膜上 口腔里面 呼吸道里面 消化道里面 粘膜上也会长黑色素瘤 那么口腔 这些粘膜上长的 和这个枝端长的 恶性度要高得多 那么尤其是粘膜的黑色素瘤 那么死亡率很高 五年的生存率都不到20% 那么咱们现在大家 正观看看现在的恶性肿瘤 很多的生存率非常好吧 有的甚至终生都能治愈的 但是黑色素瘤 为什么说它饿就是死亡率特别高 所以那个一个非诚乌尔 让大家知道了 脚丫子上长了黑色素瘤 赶紧去看去 因为它死亡率太高了 五年的生存率都不到20% 所以它高 那么第三个爱长的地方 就是眼睛 我们眼睛是既皮肤之外的第二位 就是除了皮 第二个就是眼睛长黑色素瘤 眼睛上 差不多在全身的黑色素瘤里面 占5%到6% 因为90%都长在皮肤上了 那么第二位多的就是 5%到60% 是长在眼睛上的 那么眼睛最常见的长在哪 就是麦露膜上 葡萄膜上长的 所以葡萄膜上长的 是我们眼睛里面 黑色素瘤 长得最多的 因此它是一个恶性肿瘤 五年的生存率 也就在50% 60% 70% 这个样子的 那已经很不错了 那么所以是一个 严重危害我们人内的健康的一个疾病 那么发病率 差不多是百万分之十左右 百万分之十 因为我们国内还没有一个 很好的统计资料 这是国外的 我们的发病率比美国要 比白美人要低一点 所以5%发生在眼睛 那么眼睛里面绝大部分 85%都长在葡萄膜上 所以葡萄膜是我们黑色素瘤 最好发的地方 那么具体的病因 说实在的还不太清楚 但是主要和种族有关系 所以白人发病率最高 白人比黑人要高出150倍 所以白人多 我们黄种人是鉴于之间 所以比白人少 比黑人多 那么爱发的 好发的人 有的人就是 老长痣的那些人 就麦洛膜上 本身就有很多痣 那么它就可能容易恶变 还有一个就是遗传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更重要的 可能跟环境因素 也有关系 所以在白美 在美国 在欧洲 这些白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动物 就是夏天要去晒 晒得红乎乎的 所以它就容易得 皮肤的黑色素瘤 但是麦洛膜和皮肤 还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目前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地方 我们麦洛膜黑色素瘤 无论它的这个愈后 还是和它的这个转移的情况等等 都和皮肤啊 至端啊 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麦洛膜黑色素瘤 那是一个成人最常见的一个恶性肿瘤 那么和皮和这个紫外线啊 环境因素啊 遗传啊 种族啊 有一点关系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你怎么去诊断它 我们皮肤上长了一个黑的 所以那个非诚沃尔一演了以后 我们那个西肿瘤医院 专门做黑色素瘤的一个教授 门诊 天天病人特多 为什么老有人这个长了个痣 也就找他去挑去了 说这个长个屋子也得挑一挑 其实那个是错误的 我们黑色素瘤最怕的是 你去挑刺激它一下 本来还是一个良性的过程呢 你仿佛刺激刺激它该恶变了 所以要么就是干干脆脆的把它摘了 切除了 可不能去刺激它 但是呢 这个 这是开玩笑 但是眼睛里面长的黑色素瘤 一开始多半发现不了 皮肤上长一块 我能看见 眼睛里面往往都是因为视力的不好 才来就证 因为它肿瘤的生长以后 它会发生肾出 引起肾出性视网膜脱离 所以很多的病人表现的是 眼前有黑影 视力障碍 视野的缺省 然后才来去就证 就证了以后我们一查 眼睛里面怎么长了个东西 才会去诊断的 所以黑色素瘤往往主动的去查出来的比较少 都是因为有病以后来到医院去检查 那么它主要表现的就是我们靠什么 靠眼底镜 待会我会讲 待会有图片 看看这个它有特殊的形态 特殊的颜色 所以黑的嘛 谈黑色变 你看眼睛里面长了个黑的 我们就知道 第二个我是要靠超声诊断的 超声诊断 因为超声它也有特殊的一些表现 第三个是通过核磁 然后我们也会看 就是核磁在鉴别的时候很有用处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都是辅助的 比如说你还是搞不清楚 我要做一个活检 那么针刺活检 这个肿瘤拿一点出来做个病理等等 这都是次要的 所以黑色素瘤的诊断 第一靠检眼镜 第二靠超声 第三靠核磁 那么和哪些病鉴别 那么主要和质 眼睛里本来就长了个质 到底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质 你要鉴别 还有的脉络膜出血 还有就是血管瘤转移癌 还有一个就是黑色素细胞瘤 那么长在眼睛上的黑的 不是所有的都是恶性的 长在视神经上的 绝大部分是良性的 所以我们很多的医生不知道 一看到黑的瘤子 就把病人吓得够呛 其实长在视神经上的黑的 往往是一个良性的 所以我们叫它黑色素细胞瘤 这个我们投入院还是很有功劳的 原来在七十年代 三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 我们病理史的郑老师 郑邦和教授就关注这个病 就发现长在脉络上的病人 很快就死了 该转移就转移就死了 长在视神经上的病人 怎么老也没死呢 活得还挺好 活得还挺好 然后就开始去研究 把这个肿瘤细胞去研究 就发现 这个和麦洛膜黑色素瘤还是不一样 所以后来就把这个病 就关于黑色素细胞瘤来鉴别了 所以还有一些少见的肿瘤 比如说RP RP大家也知道 视网膜色素上皮是有色素的 那么麦洛膜上也有色素的 那么它两个人长的瘤子 往往都有色素 那你很难去鉴别 所以这是鉴别 我们不要求大家去了解那些 我们要了解的 第一个这个肿瘤 麦洛膜的黑色素瘤 它是来自于麦洛膜的 那么所以它一开始是在 不是膜下生长 生长是一个扁平的 那么长到一定的时候 它穿过不是膜的时候 它就长起来了 就形成一个典型的外观 叫蘑菇样的东西 大家都吃过蘑菇吧 脑袋特别大 脖子很细 那么这就是这个瘤子的特征 所以其他的 待会我们讲转阴癌了什么什么的 它都不是这样 只有这个肿瘤 它穿到不如是膜以后 就长了一个大脑袋 然后一个小脖子 所以它表现的一个典型的蘑菇 这是第一个它的形态 第二个是颜色 95%的黑色素瘤 都是有色素的 你看它是棕褐色的 棕褐色的 是有色素的肿瘤 那么眼睛其他的肿瘤不会的 比如说转阴癌 它不是没有色素 比如说血管瘤 它的颜色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 第一个要知道的 从通过检验镜 看它的形态和颜色 第二个就是通过超声 来帮我们诊断 超声诊断主要靠什么 超声帮助我们提供 两个重要的指振 一个就是进一步看清形态了 你看这形态更清楚了吧 这蘑菇 你看多像啊 一个大脑袋 一个细脖子 这是很典型的蘑菇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深像图的特征 就是黑色素瘤啊 它由于有一些 这张图不典型 黑色素瘤 因为它有一些色素 它把这个超声度反射掉了 所以这个肿瘤的表面的地方 反射特别强 越到里面反射越来越弱 所以它在这个麦洛膜 这个靠近麦洛膜的区域呢 反射很弱很弱 就形成了所谓的叫挖空针 所谓的麦洛膜挖线 这些是我们麦洛膜色特有的 所以麦洛膜去临床诊断 超声特别有意义 所以我们一做超声 就发现 哦 这个瘤子长得就像个蘑菇 然后它这个又有身衰减 然后又有挖空针 又有麦洛膜挖 那么就临床 我们就可以诊断它了 所以这是超声诊断 第二个就是核磁 核磁为什么会诊断它 因为麦洛膜的黑色素瘤里面有黑色素 黑色素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有顺磁效应 有了顺磁效应 所以它的T1项和T2项不一样 T1是个高信号 T2是个低信号 所以我们可用核磁就可以来鉴别 它是一个麦洛膜的黑色素瘤 还是一个麦洛膜的转移 还是麦洛膜其他的肿瘤 因为其他肿瘤它不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临床诊断 麦洛膜黑色素瘤的三大法宝 三大法宝 第一个就是靠检眼镜 看肿瘤的形态和颜色 第二个就靠超声 第三个是靠核磁 那么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比如说我们要通过荧光造影来鉴别 那这些都是一些鉴别诊断需要的 那么黑色素瘤在临床 有的人他可以活得很好 五年的生存力到80%90%以上 有的人他的五年生存力都不到20% 为什么 就是和他的病例有关系 所以这个肿瘤多半一些是缩型细胞的 你看长得就像缩型细胞 排列特别整齐 这种愈合往往比较好 成活力比较高 那么还有一就是上皮样细胞型的 上皮样细胞型的就是恶性度比较高 死亡率很高 那么还有介于它之间的 那么和混合性的 含有一定的上皮样细胞 那么它的恶性程度 就和它含有上皮样细胞的量多少有关系 所以这是病例 那么黑色素瘤我想它的治疗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黑色素瘤还没有办法治疗 就是说还没有一个药能够有用 大家现在都是学医的都知道 肺癌我们要化疗 什么什么肿瘤做化疗等等 那么黑色素瘤对化疗一点也不敏感 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药有用 第二个呢我们就只能 那既然化疗没有用 那我们在眼睛又是一个特殊的器官 所以大的肿瘤我们就把眼睛挖掉了 眼球整个拿掉 所以也怪残酷的 那么小的肿瘤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放射治疗 因为这个瘤子对放射线还是比较敏感的 那么所以有其他的一些保眼球的治疗方法 有这个滚膜附贴放射治疗了 有这个激光治疗了 有其他的一些放射治疗啊 有局部切除等等等等 这些我想大家不需要了解的特别特别透 那么知道一点就是 卖黑瘤到现在没有一个化疗要有用 那么对放疗还有点敏感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选择首选放射治疗 那么这个这种放射治疗和我们那个 鼓溜石放射呀 其他的放射不一样 是我们把放射源直接缝在拱膜上 让他对这个肿瘤进行照射 而不影响别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眼睛的器官太娇嫩了 你外照射一照以后 这眼球也省伤了 视神经也省伤了 所以最终视力也不好 所以外照射对眼睛省伤特别大 大家也可能知道 BNI照射 要照这个发射线一照 那还是没有 那还是把视神经都要弹掉的 来专门照BN部 那么五年以后也会出现 发射线视神经病变 发射线视网膜病变 那么待会我们讲RB 视网膜抹细胞瘤 视网膜抹细胞瘤以前就是外照射 给你鼓溜石一照以后 这个小孩的眼眶就不发育了 这边脸还在长 这边脸不长 小孩倒是活了 但是活的质量特别差 你看一边脸大一边脸小 一边眼眶根本不发育 一边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种不适合眼睛的放射 所以眼睛放射要靠什么 要靠近距离的放射治疗 就是把这个放射线要贴在脚膜 贴在拱膜上 直接来照这个瘤子 而保对其他的组织 就没有多少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做完的病人 照完了以后 这是一个肿瘤 那么我们给他做了饭疗以后 你看瘤子也变得很小了 这周围你看组织也萎缩了 所以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那么这是做B超 一看肿瘤也原来变得变薄了 那么黑色素瘤 刚才我们讲了 没有有效的药物 那么他的死亡 为什么 主要都是因为转移 这个我们要知道 这个转移途径是什么 这是经常考试的 就是麦洛膜黑色素瘤 主要是转移到肝脏 那么一旦转移了 肝脏发生转移了 这种病人就预示了他差不多了 因为生存力的不到半年 一旦发生肝转移的人 也就活个半年到一年 那么90%的人 都在一年以内没有了 而且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去治疗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它和待会我们要讲的 视网膜抹细胞瘤是不一样的 视网膜抹细胞瘤 它一开始都是沿着视神经 往颅类 往眼眶里面去长 往视 往脑子里去长 这个麦黑瘤不是 麦黑瘤可以什么都没事的 因为他的肝脏长转移了 所以是一个主要的转移途径 所以麦洛膜黑色素瘤 还是一个病因搞不清楚 治疗方法还没有 那么很容易转移 你转移了就得死 所以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很多的研究生们 都在关注着做课题 研究都研究它 就是因为什么都治不了 这是讲的第一个 顺带讲一点 就是麦洛膜的转移癌 为什么要讲转移癌 因为我们其他的肿瘤的发病率 不是特别高 但是转移癌 其实是最常见的 转移癌为什么多 刚才我们讲了 因为麦洛膜的特殊性 麦洛膜血特别多 血流又慢 所以这个瘤细胞就爱往那儿长 那么因为现在带瘤生存的人多了 所以你一个结肠癌 可以活一辈子 这个一个肺癌也治了就很好 什么肛癌也可以治 所以带瘤生存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发生麦洛膜转移的病人 也越来越多 所以转移癌现在是逐年增加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要知道的 第二个就是最常见的原发脏 女性最常见的就是乳腺癌 男性最常见的就是肺癌 那么乳腺癌是最容易转到眼睛上去的 那么男同志最容易转的就是肺癌 那么当然男同志还可以其他的 除了肺癌之外 可以是胃癌 可以前列腺癌 可以肾癌等等 那么女同志第一是乳腺 其次才是肺等等等等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通过转移癌 一个是发病率越来越多 那么随着年头增加 那么这个带癌生存的人多了 所以他也就多 那么转移癌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什么麦黑瘤等等 其他的肿瘤往往都不疼 但是转移癌很小的瘤子 他就会很疼 所以他老是觉得我的眼眶疼 眼睛疼来看病的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也是鉴别其他的肿瘤的 一个重要的特点 那么第二个呢 他就可以是多发的病灶 我们不管是黑色素瘤 还是其他的肿瘤 一般眼睛里就长一个病灶 他可以长好多个 所以这是容易去鉴别他 那么长得特别快 所以这个既然是一个转移癌 所以他生长得特别迅速 所以你今天看了这么大的肿瘤 过两天再一个礼拜再来 就不是一样了 所以发展的特别迅速 这是那么就是脉络膜转移癌 第一个它是可以疼 那么第二个就是多造性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脉络膜转移癌 大家我们刚才讲了 它可以是肺癌啊 乳腺癌等等转移来的 但是在临床 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是手整眼科 就是不知道原来有什么肿瘤 来了就是因为眼睛有点疼 看东西不清楚 然后眼科大夫一看就发现 哦 这眼睛里面是个肿瘤 我怎么怀疑它是转移癌啊 然后再去查病因 有的人就查出来了 有的人到死了 可能也没有发现 原发造在哪 所以这些病人是很难诊断的 因为你没有 你不知道原发病造 你还要去查 这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这是很特别的地方 需要给大家交代的 第三个呢 就是有时候要和我们 麦朗摩尔这个黑色瘤 鉴别的就是一个良性肿瘤 叫麦朗摩尔血管瘤 那么血管瘤呢 要记住一点 就是它是一个先天的 良性的肿瘤 那么它可以棒有 这个全身的异常 也可以单独眼部的异常 那么我们要知道有一个病 叫Strange-Weber增合症 这个我们要知道 考试进程这是一个抹斑病的一种 那么Strange-Weber是什么 就是颜面部的血管瘤 加上麦朗摩尔有血管瘤 然后合并有开脚性清光眼 那么这是一个增合症 就是说明这种先天发育异常 不仅仅是影响到眼睛 它还可以影响全身的皮肤 那么这个瘤子呢 和刚才我们的黑色素瘤不一样的 为什么要讲它 就是为了衬托 我们要记住黑色素瘤 这个瘤子呢 它是一个没有颜色的 橘红色的 橘红色的 大家都吃过橘子吗 橘红色的一个浓气 那么它是一个扁平的 不是蘑菇 不像刚才那个黑色素瘤 它是一个蘑菇样的 所以从形态和颜色 都明显的不一样 那么做圆光照影 我们就发现 它是一个血管性的肿瘤 那么做B超一看就更明显了 B超一看 它是一个半球的 它不是蘑菇 所以形态和那个黑色素瘤完全不同 还有更重要一点 它是均匀一致的反射 里面因为没有色素的干扰 所以它是一个均匀一致的 血瘤很丰富的 所以这是脉络膜的血管瘤 我们会认识 还有认识一个呢 就是脉络膜的骨瘤 所以骨头像骨头似的 所以它是一个骨松直引起来的 所以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那么女性比较多 单眼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看一眼就记到这个图片就知道了 往往都长在视神经周围 它的特点呢就是边界特别轻松 那么也是一个扁平的浓起 没有色素 是一个黄白色的 所以边界很轻松 你看像地图似的 所以你在临床就很容易 那么它的这个病怎么 因为它有骨松直在里面 所以做超声波一看 它这是骨头 所以把后面的软组织都已经屏蔽掉了 所以这是后面的眼眶的组织能看见 这是肿瘤把超声度屏蔽掉了 那么CT最能诊断它了 CT你看 它和骨头的密度是一模一样的 在我们眼睛里面 还没有哪个肿瘤是这样的 所以很容易去诊断它 这是我们讲的麦洛膜的股瘤 所以是一个良性的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肿瘤 视网膜某细胞瘤 一个是刚才我们讲了 视网膜有两个重要的瘤子 一个就是视网膜血管瘤 视网膜血管瘤 不需要大家去很好的去记 但是知道一个综合征 叫Wanhyper Wanhyper是病 就是单纯的视网膜血管瘤 我们叫Wanhyper是病 那么如果合并 你有能力的和其他器官的血管瘤 叫Wanhyper-Lindor增合症 这是它几个人两个人的名字 那么这种的血管瘤 是一个先天的血管畸形 那么你看一看就知道 肿瘤 然后有大的滋氧血管 所以它是一个先天的 一个发育的异常 这个看呢 你看有好多血管瘤 那么视网膜上的血管 盆大 有滋氧血管 那么有肿瘤就会渗漏 引起肾出性视网膜脱离 引起这个视功能的散失 但是这个呢 不需要大家特别的了解 所以我们就知道 怎么回事就行了 视网膜的毛血管瘤 我们主要讲视网膜母细胞瘤 因为不知道大家看过 那个周国平写的小说 妞妞 看过没有 没有看过 建议你们看看 因为这个周国平把 这个他自己的闺女 生下来一岁 差不多就得了双眼的 视网膜母细胞瘤 由于他夫人 当时双眼的RB 在那个年代 就是要做眼斋的 就是要把眼球摘掉 那么他就觉得太残忍了 把两个眼睛都挖掉 他就不干 他的夫人就不让他去治 然后他就带着这个闺女 然后这个双眼的母细胞瘤 然后最后一点点的 像眼眶蔓延 沿着视神经 沿着眼眶周围 长到上和豆 长到这个口腔 最后不能吃 不能喝 这个孩子慢慢的死掉 他这个作为一个父亲 特别这个详细的记录了 这个女儿 从一岁几个月吧 一岁不到 得的这个RB 到三岁多死 这三年时间 那么我觉得为眼科医生 提供了一个 观察这个RB自然病成的 一个过程 写得非常的详细 写得也很好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呢 你就会知道 RB是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他也有一些体会 就是说RB到时候 你宁可把他双眼挖掉 也要让他别转移到这个眼眶 转移到上和豆 转移到以后那种臭啊 那种不能吃饭 那种感觉 所以RB呢 是临床上 是儿童最常见的 恶性肿瘤 那么发病率 差不多是一万五千分之一 在儿童肿瘤呢 占百分之四 在我们国家 差不多每年 有一千多个新发病率 我们同人 差不多每年有两百多 所以RB呢 是一个很常见的 而且我们亚洲人 比白人多 所以RB呢 那么发病年年也有特点 绝大部分 都是五岁三岁以内 就是百分之八十四的病人 都是在三十岁以内就发病了 其实它是一个先天的 胚胎性的肿瘤 也就是说 在怀孕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了 生下来就有 那么有的发现得早 有的发现得晚 那么所以说 五岁以后的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是发病年龄的特点 那么双眼的发病年龄 往往更小 就是说两个眼都得病的 往往一岁左右就发病了 如果是个单眼的 往往都两岁以上 所以这是RB的发病的特点 我们要知道 那么RB怎么发现的 那么第一个发现的 就是白铜症 就是大家都养过猫啊 猫在网上 在这个黑的地方里 眼睛冒的是白光 那么这是家长 发现孩子有问题的 一个第一体证 我们曾经有 曾经在我们作为央视里面 有个很有名的主持人 在1998年的时候 那个南方大水的时候 他正在一眼的时候 他演的一个孕妇 那时候不是演孕妇 他是真孕妇 那么98年后来 很快就生了个孩子 生完孩子以后 这个儿子生下来很漂亮 42岁生这个儿子 生下来这个长得也很好玩 那么 其实生下来以后 他就发现 他那儿子的眼睛 跟别人不一样 一只眼放白光 他觉得说 是不是孩子都是这样啊 但是到了第57天的时候 他就发现 好像别的孩子不这样 就我的孩子一只眼 这个一只眼放白光 然后就抱到医院来一看啊 RB 整个眼球就是都是了 所以这个第一 就是白铜症 所以RB的这个 第一的症状是白铜症 但是大家要记住 另外一句话 就是白铜症 不能代表RB 不是说 所有的白铜症的来都是RB 这是我们眼科医生干过的 只要一个小孩 白铜症就告诉人家长 哎呦 你这孩子眼睛长瘤子了 把那家长吓得离死我活的 等到到了医院一看 你这不是白铜症 就是一个先天性白内障 你这不是白内障 你这就是一个先天性 麦罗默缺森 这个家 这时候家长 尽管你告诉他 这个病也不能治 这只眼睛就是瞎掉的 但是家长也会很高兴 瞎掉的 怎么会 怎么比那恶性肿瘤 没命也要强啊 所以 我们医生往往把病人 瞎得够呛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要了解什么 我们既要知道 RB的首要的体征 是白铜症 我们又要知道 白铜症的鉴别诊断 那么考试的时候 至少要答六个 提六个病以上 你才能及格 我对我们的研究生考试的时候 我说你得答会十三个 你才能及格 因为有太多的病 他表现到白铜症了 所以不要求你们掌握十三个 你们要掌握六个 六个你考试就可以及格了 所以这是白铜症 第二个就是邪视 因为他没有视力了 小孩我们这个视觉发育的过程中啊 有视力他得盯着 那么他就 你注意看他就不邪 所以有的人说 这个人怎么老邪视啊 他就是养成了一个习惯 他老是用那个主视眼看病 他那个不是主视眼 他不看不看他就邪了 所以费用嘛 不用他就费了 所以第二个体征就是邪视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体征 什么视力不好了 眼睛红了 激发青光眼了 那时候都比较少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知道白铜症和邪视 那么两个生长形式 我们要知道 一个就是往玻璃体里面的掌 一个就是往视网膜下掌 往视网膜下掌 我们叫外生型的 往玻璃体掌叫内生型的 这么两个长法 临床表现不一样 那么外生型呢 因为有视网膜挡着嘛 往往不容易诊断 经常误征 那么长到玻璃体里面呢 他就容易诊断 那么第二个就是知道 这一肿瘤是白色的 很白 没有色素 白白的 所以这个眼睛里面 长一个白色的肿瘤 往往都是这家伙 所以你看内生的 外生的 可以把整个的眼球腔都长满 所以发展的特别快 这个肿瘤呢 RB我觉得 那个超声波里面 因为这个肿瘤 还有一个就是 生长的特别快 它容易坏死 坏死了以后 里面就有一些 钙化成着 所以它可以有钙化斑 这是诊断 它的一个重要的体征 你看B超 看有一个大肿块 里面还有一些 高反射的点 这高反射的点 是什么 就是钙化的 所以肿瘤又有钙化 那么CT看出来 又有肿块又有钙化 所以就很容易去诊断它 是个RB 所以RB的诊断 在临床 还是比较 那么那么 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以前我们国内 我们教科书上 都把它分成四期 叫眼内期 清光眼期 眼外期和转移期 那么国外呢 说实在的 不怎么这么分 因为国外 这个眼外期 转移期相对比较少 所以它主要是为了 这个眼部的治疗 所以它就把它分成 这个ABCDE 来这么分的 那么这种分的 也比较好记 对我们临床 现代的治疗 是有好处的 因为A期呢 就是小 远离环斑 B期呢 就是这个 没有肿瘤播种 C期就是肿瘤局部的播种 那么D呢 就是广泛的播种了 那么E呢 这个眼睛就没办法要了 就都做眼摘了 所以这是 国际上这种分类 对临床治疗还是有点好处的 你看这就是A7的 一个小的 所以视网膜上 长这么一个白色的肿瘤 往往都不是好东西 这种治疗效果很好的 你打个激光就行了 或者是 做个 这也是两个 你看长了一对眼睛似的 你给它 做局部的治疗 是很好的 因为RB和脉黑流不一样 RB对化疗药物也敏感 对放射线也敏感 对激光治疗也敏感 对什么治疗都挺敏感的 所以你就很容易去治疗它 那么这瘤子表面有一点 有一点点波散 这就是广泛的波散了 这种病人 就是治疗的效果就很差了 你看这是眼睛都已经没办法 没办法去挽救了 所以这个RB呢 我想它还是一个先天的 刚才我们讲了 先天的 有一部分是遗传性的 遗传性的 就是这个我们以前也看到 这个父亲是个RB 结果家里养了一串RB的 这是有 有一定的遗传性 所以它的发病 主要还是一个染色体的异常 那么这个树上也都有 和遗传有关系 所以RB是 其实研究肿瘤的人 都会去研究RB 那么因为RB 在肿瘤的发生的过程中 还是很有意义的 还是很有意义的 比如说这个 液癌基因的发现 大家都学这个 这个液癌基因的发现 这个P53之类的 这个我们人体里面都有致癌基因 那么也有液癌基因 为什么它得肿瘤 你就不得了 那就是因为 你那个液癌基因不行了 你那个致癌基因很活跃 你就得肿瘤 那么这个跟什么有关系 跟自身的免疫力有关系 所以有的人你看 我们搞肿瘤 我们知道 那个搞黑森素瘤 有的人就是天天焦虑的不行 一得肿瘤就天都塌了 完了不行了 这种人死得特别快 很快就转移了 有的人就是 无所谓了 得了就得了 活一天 我就在这一天 要把它撞回来 这种人 他反而抵抗力特别好 他的肿瘤就不容易转移 为什么 就是因为人体 这两者的这个焦量 那么RB 我们知道 研究肿瘤都是知道 RB是有RB基因 导致突变引起来的 但是同时也发现 RB有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就是差不多一千个病例里面 有一个病例 这肿瘤长着长着就萎缩了 眼球也萎缩了 瘤子也萎缩了 叫自然消退 为什么 我们人体的肿瘤没有这样的 瘤子你看 长得都会越来越长 扩散死亡 按照这个方向走 为什么这个 有一千个病例里面 有一个病例 肿瘤伸展的过程中 瘤子就萎缩了 瘤子萎缩了 因此就开始研究 就发现了一个 烈癌基因 说明这种肿瘤伸展的过程中 P53之类的 活跃了 它打败了这个RB基因 所以导致了肿瘤 这个自己消亡 所以因此发明了烈癌基因 所以研究RB的 研究肿瘤的人 没有不了解 视网某某细胞瘤的 所以大家也要了解 所以通过RB的研究 我们就知道 肿瘤是因为基因突变 导致的 那么肿瘤也有于 胰癌基因的受医治了 所以它才得肿瘤 所以两个是一个平衡交量 所以我们在治疗肿瘤的时候 我们也要让它 胰癌基因激活 把这个质癌基因给它杀灭 所以RB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研究生 作为青年制的学生研究生 我们不管以后干什么 我们一定要知道一点RB 不仅仅要知道 刚才我们说的周国平 写它闺女 还有我们的著名的主持人 他家儿子怎么得种 得RB了 这是次要的 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些 那么RB的治疗 在以前就做眼球摘除 把眼睛挖掉为止 但是现在因为要通过很多的治疗 那么通过放疗 通过化疗等等等等 已经疗效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RB我们现在有全身的化疗 有其他的局部的化疗 有局部的放射治疗等等 所以治疗以后 瘤子就可以萎缩了 你看瘤子就钙化了 所以不仅仅可以提高肿瘤的控制力 让病人还能保留一定的视力 更重要的对病人的深层还是很好的 所以RB我们治疗了以后 这个病人重活 终生重活的多的是 所以这个RB呢 它病理上也是有一些特点的 就是它既有活细胞又有死细胞 就瘤子长得特别快 所以它这个生长和死亡之间 并层的 那么它有扩散的方式 这个我们要知道 它和麦罗默黑色素瘤 为什么不一样 它主要是因为侵犯视神经 沿着筛板往脑子里长 那么也其次才是沿着血液转播的 所以这个育后不好的病人 往往都是侵犯了视神经 或者侵犯了大量的麦罗膜 或者是广泛的肿瘤 这样子育后才不好 死亡率才高 如果是一个局限的 一个A7的一个肿瘤 那这个存活力很好的 而且视力保留也很好 这是我们知道的这个RB 那么它的生存力 在发展中国家生存80% 那么这个 在这个生存力 发展中国家要差一点 50%左右 那么发达国家 已经到90%以上了生存的 所以RB 目前是一个比较乐观的 因为有药可治 然后有一些可以 对一些遗传性的病人 你还可以做一些遗传自行 家族性的 你对这个遗传都有一点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讲了两个肿瘤 大家记住这两个肿瘤就可以了 一个就是视网膜抹细胞瘤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麦罗膜黑磁素瘤 那么视网膜抹细胞瘤 希望大家多了解一点 那么教科书上也都会讲 写得很细 那么这是眼科里面代表性的肿瘤 因为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 那么不管是什么 什么眼科的教科书里 都会都会把RB写得特别多 而写得特别多的原因呢 就是RB是我们研究肿瘤的先驱 你只要研究肿瘤的人 肯定会要了解RB 因为RB它从它的发病 到肿瘤的消退 都反映了我们现在的肿瘤学研究的 这个进展在里面 所以它是 第二个呢 就是在临床 它是一个 这个儿童特别多的一个肿瘤 现在又有很多方法去治疗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更重要的是要知道 RB典型的是白铜针 这个体征要知道 知道我们白铜针怎么去鉴扁 这是今天讲的RB 那么脉络毛黑色素瘤呢 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 这个黑色素的 色素性的肿瘤 在眼科里面也不是很多 除了皮肤 那么眼睛成人最多的 就是黑色素瘤 我们要知道它的转移的途径 主要是经过甘酸转移的 那么它的典型的形态 是因为突破了不是膜 斩了以后变成一个蘑菇样的 又有色素 所以在临床 我们就很好地去了解这两个瘤子 那么今天上午呢 我们主要讲了葡萄毛病 那么和眼内肿瘤 想接一下 我觉得葡萄膜 大家要了解一下 葡萄膜的这个解剖和生理 那么它是包括了 这个红膜结状体和脉络膜三个部分 所以又叫色素膜 又叫血管膜 那么葡萄膜 又是在这个拱膜和这个视网膜之间 在拱膜这个表面 这个和拱膜之间有一个潜在的腔系 叫脉络膜上腔 那么它就可以出现脉络膜的分离 那么和视网膜这边呢 交界的地方是小毛血管层 和拱膜交界的地方是大中血管层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 那么还要知道脉络膜 它从血液供应后面 主要是结状后短动脉 然后结状后肠动脉和结状前动脉 所以这结状动脉 结状体的血管 脉络膜的血液供应是由小 小液向的是一个中末血管 所以一个梗死 就是一个小液的梗死 多个大血管的阻塞 就是一个三角综合征 所以脉络膜是我们临床 眼科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 就是分泌防水 营养 起营养作用 所以前面维持眼球 为营养我们的筋状体 后面是要营养我们的视网膜 视网膜的外层是靠脉络膜营养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 还有个脉络膜 是一个血管膜 血流的成分特别多 所以这个血流又比较慢 毛血管的开口出口都比较小 血流慢 血流量又大 所以容易得一些免疫性的疾病 所以是葡萄墨盐是最要紧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那么葡萄墨盐的病因特别多 大家了解一下 葡萄墨盐的分类 分成前葡萄墨盐 中间葡萄墨盐 后葡萄墨盐 和全葡萄墨盐 大家要了解一下 那么更重要的是了解一下 激性活膜结症体验 就是前葡萄墨盐 它的临床表现 表现临床症状是什么 三连症 眼疼 胃光流泪 和视力下降 那么它的这个临床体征 我们要知道结状充血什么回事 KP是有哪三类 这个哪三 三类的KP 它表现的三种不同的炎症 那么我们要知道 它的红膜的改变 红膜上有两种结结 瞳孔 有哪些表现 这些是主要的 治疗 原则 散瞳 散瞳干什么 止疼 消炎 防止并发症 那么 那么特殊的这些葡萄墨盐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知道 交感性眼炎和原田小柳 都可以有达伦佛格尔结结 达伦佛格尔结结 病理上是什么 扇皮案细胞 一些细胞的基聚 是一个在Britz膜和 这个色素扇皮之间的 一种炎性 炎症 代表的是一个 肉牙种性的炎症的 一种病理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就行了 那么先天的异常 大家看一眼 记住 这个人 以后看见一个小孩来了 也许这瞳孔怎么不圆呢 那瞳孔是一个 先天性红膜缺省呢 还是先天性无红膜呢 还是一个先天的什么病呢 看一个小孩来了以后 就眼球正畅 老也盯不住 你发现 他瞳孔还冒白光 到底是不是先天性的 麦罗膜缺省啊 等等 知道一些就可以了 那么眼内总瘤 刚才我已经总结过了 就是两个瘤子 大家有点印象就可以了 把我今天讲的 刚才重复的这些东西 大家要记住了 我这两节课就没有白讲 也希望大家以后能够 不管是做眼科 还是不做眼科 讲的这一点点 在脑子里有个印象的时候 在你从事 你所相应的学科的时候 可能有点用 你搞风湿科 你想啊 这风湿好像 那眼睛有问题 所以我们同学院的风湿科 王正干教授 为什么出名了 他就搞风湿性眼病 出的名 是不是 我们神经内科 为什么有名了 神经内科 搞神经眼科 为什么 葡萄默大脑炎都住他那去了 为什么葡萄默大脑炎住到那去了 头疼 紧强植 恶心呕吐 这些症状 所以 也以为还是脑子里出问题了 所以 就是神经科了 那妇产科 为什么要找你们会症啊 妇产科 这个润成高 血压增合症啊 血压也高了 视网膜又渗出些网脱了 视网膜 这个脉脑膜 达伦佛格斯结结出来了 这个 何者是 这不是达伦佛格斯结结 出现这个 埃立士猪出来了 小叶的梗死啊 所以出现广泛的脉络膜缺血 需要眼科医生会症啊 眼科医生看 泡不长 一句话 所以说 不管你们以后做什么 跟眼科都有点关系 然后留下一个印象就行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